德國、法國以及烏克蘭領導人都呼籲俄羅斯總統普京不要理會親俄分離分子舉行的選舉結果 選舉將會在星期日在烏克蘭東部舉行 烏克蘭總統波羅辛科、法國總統奧朗德、德國總理默克爾和普京總統星期四進行視訊會議 而在之前沒多久,俄羅斯和烏克蘭在歐盟的滑船下就天然氣供應問題達成協議 分離分子在他們控制的烏克蘭東部勞金斯克以及遁涅池克部分地區舉行選舉 選出他們的領導人以及立法機構 歐盟和美國都聲稱反叛分子計劃的選舉是非法 並且表示選舉違反了烏克蘭的憲法以及分離分子和烏克蘭政府在9月5日達成的停火協議 俄羅斯曾表示會承認分離分子選舉的結果 雖然達成停火協議,烏克蘭東部仍然繼續爆發零星戰鬥 當地的敵對衝突已經是導致3,700多人喪上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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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